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首相当中 一些基本的知识 首先我们看这个生命线 生命线是最下面的那条线 那么如果是说生命线包裹的长秋 金星秋的范围越大 代表你的身体是越好 如果是说范围比较小的话 体质比较弱,容易生病 如果是生命线末端 呈现这种分叉的状态 那么就包括有些小的细纹 代表个性太过慎重 有的时候思虑过多 要留于肝胆和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这是从这个生命线 生命线包裹的范围 以及生命线的形态来看 我们再看这个视野线 视野线在手掌中央 从手掌底部往上升 升到这个中指根部 中间没有间断 如果是生命线 如果是视野线 一条直线 没有断断续续 那么这个是代表工作比较稳定 如果是断断续续 好几条 工作不太稳定 经常变换工作环境 如果是有两条事业线 代表能够兼职 或者开展这个副业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种的就是感情线 感情线在三条主纹路当中 最上面这一条 如果是紊乱 加上有一些锁链门锁链状 代表你的感情之路比较坎坷 终生比较重情 为情所困 那么感情线如果是蜿蜒到食指跟中指之间 那么代表你的感情成熟比较稳定 这个长度也是比较够 并且会设成处地的为对方着想 为人比较真诚 那么还有一条是这个 像这个断掌 断掌就是 智慧线跟感情线合二为一 那么这种人呢 一般呢 这个都比较聪明 判断力强 重感情 爱恨分明 有利于本人的事业发展 贵人比较多 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 但是断掌之人呢 容易比较顽固 这个 如果是两手都是断掌的话 性情比较刚烈 要当心 容易激动物事 性情 因为你的感情用事呢 而耽误一些大事 即使爱上错的人 也会执着到底 坚持几件 断掌人比较利于工作开展 感情方面 特别是女性 要当心 容易不顺 平常呢 多沉思 三思而后行 一些高的情商 要多练习一下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条 比较多的一条 一点这个 常见的一种什么 智慧线 智慧线 偏 短 偏短 如果说智慧线 跟这个生命线的距离 你看 有的粘贴过长 有的粘贴刚刚好 有的分开了 这个就说明你 处事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联合在一起 这个代表你很内向 很内向 很慎重 思索 比较周详 周智 细致 如果是你的 这个智慧线 跟生命线 在同一个起点 但是分 分得很开 分得很开 代表个性比较果断 能够见机行事 分得很开的话 代表外向比较 这个大胆 外向 格局比较开阔 就这个意思 这是几大主线的一些介绍 好了 这个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相面相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